国会众议员赵美馨日前邀请了14位曾经受益于奥巴马健保的民众还有医院的工作人员 共同探讨在特朗普政府下或许将会发生巨大改变的医保政策 有多位民众回遇受益于当前医保政策的经历 其中更有人是感动落泪 见面会当天在巴沙迪纳一家社区医院内举行 在开始之前国议会员赵美馨参观了这家位于他选区内医院的各种设施 随后赵美馨聆听了多位曾经受益于奥巴马健保的民众的医保经历 当中有人在回忆起自己往日的艰难时期的时候都忍不住流下了眼泪 他们都表示是奥巴马健保让他们走出了困境 所以他们支持当前的医保政策 面对总统特朗普可能改废除奥巴马健保并推出新的医保政策 赵美馨表示截止目前为止他还没有看到新政策的具体内容 他希望特朗普政府能够尽快公布新政策内容 让大家能够看到新政策 是否能够解决民众的困扰 赵美馨又希望新医保是全民可以投保 且全民可担负的 有些人在最深的尊重的厄断 他们信用如果他们没有养育保护法案 他们的生活能够在负责 他们不知的地方 所以我们需要站立正确 我们需要听听这些故事 在实际上我听听我的老公子 他们有很大的疼痛在未来 他们正在我们转向 有保险业人士分析 加州全保已经取得市场独立 即使联邦政府试图改变政策 也不会对加州产生太多影响 天下卫视记者马俊采访报导 感谢观看